大家好我是Alex 今次和大家介绍一个影响和打卡的热点 今年的湾仔利东街中秋节到10月25日 整条街都会挂满灯笼 而灯笼的数量也非常多 一共有600多个 形成很大片梦幻的灯笼天花板 每天5点就会开灯 直至晚上10点 所以我们可以分几段时间去拍的 首先介绍今次我用的拍摄器材 为了轻便 今次我就不带全片幅的R5 或者Sony的R1 我就带了Sony的A6600ABSC机 部机就比较轻便 而镜头也都很细枝 为了保持质素 所以今次我全部带定焦镜头 主要我用了三支Size TUIS的定焦镜头 分别是12mm F2.8 32mm F1.8 和一支50mm F2.8 的Marko镜 另外我亦都打了两支 鱼眼镜头 给APS-C机用的 而我首先就用了一支 TUIS的12mm F2.8镜头影 这支镜头是Super Wide 对应全片幅大约是18mm 而因为我多数是向着天影 很容易测光会受到影响 所以曝光补偿 我加了三分二级 之后我换上了一支50mm Marko镜头影 虽然这支是Marko镜头 影近的当然是很锐利 但影远景也不错 因为用上了APS-C机身 这支50mm镜头等效是75mm焦距 主要我是想拍一些有压缩感的效果 以及灯笼比较密集 影响它的特写 而光圈方面 我是开尽F2.8的 令到主体清晰 而背景呢 有少少outflow分离的效果 当然了 如果用了Canon的85mm F1.2 又或者Sony的85mm F1.4 开尽光圈影 这个浅景深效果就会更加明显了 最后我换上了8mm F2.8 鱼眼镜 这支鱼眼镜等于我们用全片幅的15mm左右 也就是Retangular的Fish Eye 整个画面都是看得到的 因为这支镜头的视角非常之阔 达到对角的180度 所以我们构图的时候就要留意一下 不要将一支不想要的东西 垂入画面里 而地面的人也都比较多 所以我多数都是向上拍的 就可以避免拍到地下的人群了 这支鱼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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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围是黑色的 这支鱼眼镜拍出来很特别 大家就看看拍出来的什么效果 而比较好 黎东街的灯笼 每日下周五时 managing the beach 現在距離開燈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先去喝下午茶 差不多再回來拍 利東街四周圍被高樓大廈包圍住 雖然只是下午5點 但已經沒有直射涼光照到街上 街上比較暗一點 而燈籠剛開著 這個時候拍照效果非常好 我亦分別拿不同鏡頭出來拍一拍 與之後組未著燈的效果有很大分別 大家就滿意欣賞一下吧 拍完超廣角鏡頭 接著我用了兩支不同的陽眼鏡再繼續拍了 ortal魚 選擇 團� 拍到差不多天還未黑 所以這個空檔時間又可以去吃晚餐 吃完晚餐再回到里東街 這個時候天已經黑了 燈籠更加突出 因為背景比較暗 燈籠非常光 所以大家拍攝時都要留意曝光 很多時候我都要把曝光補償留為減少 不然相機容易受到背景影響 曝光過度 曝光設定以燈籠為主 所以出來的效果 燈籠充滿層次 不會爆光 看不到是什麼 而今天帶來的TUIS 32mm f1.8鏡頭幾乎未用過 現在終於有機會拍幾張了 我便發現有幾面廚窗 我便發現有幾面廚窗 反映的反映非常漂亮 我便把相機貼近廚窗 便可以拍到燈籠的反映 但要留意最好拿到平衡 兩邊對稱出來的效果挺有趣 現在是用12mm鏡頭開盡光圈f2.8去拍的 雖然光圈是開盡 但景深亦足夠的 我想如果下次帶一部全片幅Alpha 1來 再加上14mm f1.8gm鏡頭鏡頭 我想效果都應該會不錯 接著就是魚眼鏡出場了 首先我用一個Retangular Fish Eye 即是全畫幅的魚眼鏡 超闊的視角 可以把燈籠 街景 甚至樹木的燈色都拍在一起 很多時候因為要向上拍 如果用Viewfinder看 頭顎顎頸都挺累的 所以我用了反螢幕去看 打側看就比較方便 頸都沒那麼累 但是拿水平的時候都比較難搞 所以相機的螢幕都開了一個電子水平尺 方便拿水平 最後就到Circular Fish Eye出場了 即是中間一個圓形影像 四周圍是黑色 這個效果非常特別 直接對著燈籠五影 效果就最理想了 這裡的燈色擺設 會擺到10月25號 大家還有機會去拍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我會盡量解答 我會盡量解答 今次就講到這裡 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歡迎留言 給like 和share 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 按小令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 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按LIKE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MING PAO TORONTO 音樂 MING PAO TORONTO 像